它退的時候 不會跌破前面的低點 維持這樣子的架構 這支股票就一直是多頭 第十六支絕就是我教學生 去看懂一支股票的趨勢 我們常講順勢操作 你才容易成功 對對不對 那順什麼勢 就捐法都講勢嘛 對嘛 你要知道勢啊 勢是什麼 現在的勢頭是什麼 對不對 那我們很簡單就可以判別 這支股票是多頭 是空頭 你要先知道 如果它多 你去做空 那你就一定被嘎了 你一定被嘎死了 對不對 什麼叫多頭股票 非常簡單 我們只有六個字 你稍微練一練就會了 頭頭高 底底高 什麼叫頭頭高 底底高 其實這是技術分析之母 這個道士理論講的 道士理論講 多頭股票會創新高 它就一直創高點 對不對 創高點就是這個頭會被突破 是 對不對 它要創高就會突破 是 那這一突破後面的頭 就會比前面的頭高 那它漲多了會回來修正 我們的大盤今天就叫修正 它絕對不是空頭 不要空 等一下我們就會告訴大家 後面機會又來了 拉回修正 對…你又來機會了 你又可以賺錢了 那是一般人跌的時候就嚇死了 對啊 對不對 好 那你拉回來的時候 不會跌破前面的低點 這是道士理論講的 是 一個波浪上來的時候 它退的時候 不會跌破前面的低點 那維持這樣子的架構 這支股票就一直是多頭 是 因為它一直頭頭高 底底高 是 所以股票有漲一倍 有漲兩倍 有漲五倍的 那你去看它的圖 它的圖就是沒改變 它就是一直走這個 上下這個頭頭高 底底高的例子是什麼 來 好 那我們看一張股票 很簡單嘛 我們去看高點 低點 我相信各位很容易嘛 就是最高點 然後跌下來 對 最高點 跌下來了 好 那跌下來是不是 它又漲上去了 對 那就有底點 那你看這支股票 你一直看 頭頭頭頭 底底 底底 是不是一直是頭頭高 底底高 對 所以它是多頭股票 換句話說 它今天已經跌了兩天了 那這支股票還是要做多 因為它還是頭頭高 底底高 是 它沒有破前一個底 對 也就是多頭的架構沒有破壞 一支股票多頭沒有破壞 你當然可以就一直操作 所以你看大力光可以漲到6000 對不對 那6000跌到3000 因為它是頭頭底 然後你可以把圖打開看 來驗證一下 哇 真的這邊頭頭底 那如果說空頭的趨勢呢 那就相反囉 反過來就好了嘛 空頭倒是理論講 一直破心底 它會一直破底 所以我們講空頭 你不要隨便接嘛 因為它還會破底啊 是 所以它會維持頭頭低 底底底 這支股票只要是維持這樣 你都不能做多 因為它是空頭 那你可以做空啊 所以技術分析學會的好處就是 我們常講沒有所謂 旺季 淡季 對不對 淡季我就做空嘛 它是空頭啊 我就做空 還旺季 現在是旺季啊 我就做多啊 對 那你會判別的 你可以多空就做 那我們看一下這個股票 你把高點 每個高點都把它標一標 是 你很清楚就知道 頭 頭 頭 一直低 那各位 我們重點其實不在後面 因為後面已經跌了一波 所以所有人都知道 這支股票在走空 那重點是前面走多 那在這個頭 我們就發現前面的高點沒過 它已經不是多了 所以你這支股票 即使你做了三個月 現在不是多 你就離開 那各位看這個位置 你離開了以後 跟這個位置差多少 已經賣掉了 對 所以你怎麼會搭配